李小龙早期的这个电影 对很多人印象 对我同样也是一样 七几年的时候 看到李小龙的片子 当时是在比利时大石馆里面 看完以后 回去睡不着 回去睡不着就是啥呢 就是练 就开始练 就好像发疯一样 那种兴奋 通过电影表现了一种 武术功夫 但是 他真正的是一个武者 后来就是说 我也拍电影的时候 说是吸取了多少 李小龙拍戏的那种经验 或者是他那种模式 倒还倒不多 但是当时给人看完以后的那种 感动 振奋 兴奋 哎呀 就是练 当时我出去练技巧的 说你咋了 兴奋什么 就是 Cly balancing 这是 SPEAKER 的练技巧的 兴奋 就是休恒